如果要看到場景就馬上出現 對 那當下是什麼樣子? 情緒?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啦 就那個感覺是 就真的有個生命 對 畢竟也是第一次有這個感覺 然後那個時候也沒有辦法想太多 但就有情緒這樣 所以那時候 就是因為第一次看到 宣布什麼 就會比較有情緒這樣 就第一次看到我生命出現在自己面前的感覺 對 很久沒有 這樣子有情緒的哭了 對 自己也沒有意想到 那個時候會有這樣子的 情緒 這樣子 對 那有說一些什麼樣的特點嗎? 很多耶 就是 手機現在查的都是第幾運期要吃什麼東西 然後 音樂歌單裡面都是 放給寶寶聽的 這種 沒關係 你一開始都會看書搜尋 你第二胎你就不管了 好 我會記得 蘇元哥提醒我 我跟你講 小孩子自己會長大 你不用看書養 第一個看書養 第二個照豬養 可能會比第一個還壯 很有道理 好 感謝蘇元哥 以前在家裡驗出兩條線 對 在家裡 他驗出來之後就跑來跟我講 然後兩個就很開心 這樣 那時候 吃驚了一陣 這樣 對 他有怎麼跟他的家人的分享 對 還有他兩個小孩 其實都是 千娜跟他們說的 然後 我也有在跟他們打招呼 跟爸爸媽媽 還有小朋友們 一起 這樣 對 就感覺到 我們綠一樣的地方 就是 胃口上 胃口上有 吃得越來越有創意這樣 就會再比較晚一點 就真的很感謝 有外送這個東西 尤其在他真的需要吃到那些東西 而且 他現在又身體反應比較大 會吐或什麼 就會很希望他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他想要的食物 就大概晚上10點11點的時候 突然說要吃遼寧夜市的麻糬 對 對 喔好 想辦法 對 他這個影片也比較感性 感性 他嗎 有嗎 對 還好還好還好 他個性一直都很好 哈哈 那你有想到男生嗎 我都好耶 都很期待 現在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有問 碩哥 碩哥就說 反正當爸爸自己心臟大可一點 然後 好好照顧女生 然後 好好做原本自己在做的事 然後 紹勳也有傳訊息 恭喜我 然後就跟他講 接下來有什麼問題 再問 就是 前輩 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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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